-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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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歡迎收看我的BBC 拿鐵頻道 今天要繼續要守FIFI我要活下去 如果沒有訂閱拿鐵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打開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通知喔 好 現在玩的是體驗服 是由台服官方提供給拿鐵 然後目前沒有對外開放 所以說由我來這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改版的內容跟情報 好的 現在要分享的就是 我們下一次的覺醒角色 也就是我們最強的老爸 安德魯 好 現在大家看到的 然後旁邊有看到外星人 就是我前幾天分享的ET 他是真的推出來 因為有些玩家以為是愚人姐 其實不是啊 是真的推出 那我們這邊先分享一下寵物的技能吧 好 寵物的部分 他叫莫妮 我不知道台服之後名字會不會叫莫妮 因為目前他這個是印尼的體驗服 然後沒有對外開放 因為一定有很多玩家都說有沒有開放 目前沒有開放 好 他的外觀目前只有看到就是 坐著飛碟的一個小外星人 然後拿到手機 有點像Guru的感覺啦 之前有分享過 因為在玩手機嘛 技能的部分 他是在玩家靜止的時候 會減少傷害減免 他這個應該是說 你在靜止狀態 如果被敵人打到的話 會有一些傷害的減免 減免還蠻多的 之後我再實測給大家看 主要我們就先大概看一下就好了 好 再來我們就要分享 最強的老爸安德魯的部分 好 目前改版後 你們會看到角色的欄位會調整 好 給大家看一下 好 以後角色的欄位會長這樣的介面 我覺得做得還不錯 因為這個介面還蠻舒服的 旁邊就是可以直接切換角色 不用再點到那個大畫面之類的 然後後面也會有新角色 我在後面的影片會慢慢介紹 今天就先不講了 因為太多東西要介紹 因為體驗服務其實東西還蠻多的 好 我們先主要介紹一下 安德魯的部分 那你們可以先看到呢 先來介面呢 他這邊可以看到他有覺醒的安德魯 安德魯的話頭髮變得非常帥氣 然後還有一個他自己的造型 還拿出了一個虛擬的機槍在掃射 就是我們的那個火神機槍 然後他的技能部分呢 其實你們可以看到 在原本的技能是白色亮起來這個 防彈背心受傷比例減少2% 下面的話會寫 護甲的傷害減免提升8 每多一位都有裝備此技能 額外提升0.15的傷害減免 這個下面這個是覺醒的技能 右上角一個驚嘆和點下去以後呢 可以看到他這個原本的護甲精通 就是沒有覺醒的安德魯 上面有寫到防彈背心受傷比例減少2% 然後每一個等級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呢 他就是跟我們現在一樣 就會告訴你說提升多少 到等級6是提升12%的防彈背心受傷比例減少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個點下去以後呢 你再點金湯號 他是狼群也是被動技能 然後沒有像夜神爵是主動嘛 像這個被動技能狼群的話呢 他一樣會繼承上面的技能一樣是有 然後下面又寫說護甲的傷害減免提升8 每多一位隊友裝備此技能額外提升0.15的傷害減免 好我們可以看到啊 現在這次的更新呢 會把兩個覺醒跟沒覺醒的技能直接疊加上去 變成說這個角色原本沒有那麼實用了 因為可能現在很少玩家裝安德魯嘛 然後現在光芒直接把覺醒技能跟原本的技能全部加在一起 就兩個技能加在一起 所以你如果今天覺醒後呢 你還可以多一個技能就是護甲的傷害減免提升8 每多一位隊友裝備此技能額外提升0.15的傷害減免 就是說敵人打你的時候你的減傷比較多 比較不會那麼痛啦 所以說變得比較實用啊 好然後再有一個按鍵按下去以後呢 可以看到這個角色的年齡設定啊 像比如說42歲啊 生日啊警察啊然後興趣啊 然後他的關係是跟凱莉是婦女啊 所以說他們這一家人都先覺醒了 這是官方的設定 這一家人都有覺醒能力啊 就是他們血液中留下了一些可以進化的因素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另外兩隻角色 凱莉的部分啊 原本的技能就是快跑速度提升1%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這邊一樣等級6的話是變6% 如果覺醒後呢 可以看到這兩個技能加在一起了 應該是加在一起了 目前看是這樣 然後我不知道到時候台服會不會調整 好先提供大家參考 好可以看到奇風衝刺跟原本快跑速度提升 我原本記得我記得原本是分開來的 然後現在呢是合在一起 就是說覺醒衝刺呢4%後觸發 觸發後對目標進行一次射擊 造成105%的傷害 持續時間為5秒 好這部分呢 我記得這個技能也是台服玩家比較少使用 因為我們大家覺得不是很實用啊 因為你基本上來講你還要先衝刺後 攻擊的第一發會造成傷害 持續時間變5秒 我記得原本是4秒鐘左右 大家可以看你們自己的遊戲角色來看一下 而且他原本的這個技能部分啊 我稍微有比較一下 原本的技能啊 他是沒有就是上面那個快跑速度提升的 所以說現在改版後呢 應該會把你覺醒前跟覺醒後的技能全部加在一起 這角色會變得更實用 因為原本大家還要二選一嘛 因為技能不能夠繼承 現在是可以繼承 看起來是可以繼承的 等到時候台服改版後呢 我會再來看一下這個畫面跟實測看看 給大家看 好再來要介紹一下夜神準 夜神準這一波呢有調整 因為他原本的覺醒技能是主動技能 你要點下去 現在光頭髮改成被動技能 這才對嘛 這跟我之前講一樣啊 這個應該要被動技能比較實用 因為我們還要去按那個技能 還要幾秒鐘之類的 是比較不划算 因為原本的技能是 你在 法道可檔的話 他是主動技能 你要點下去以後呢 他有三秒鐘 然後 那三秒鐘 減免就是 你受到的正面傷害 然後現在是被動 就是說你裝了這個技能以後呢 如果你今天被敵人打到的話呢 他就會有一個 減免傷害直接啟用 就不用說我們在按那個按鍵 再來就是你也可以裝阿羅可 也可以裝這個技能 這對我來講很實用 因為我現在很常使用 就是夜神準這個角色技能 而且你們可以看到啊 如果說 照他現在體驗不適的畫面來講 他會把原本的 一開始的被動技能 加現在新的覺醒被動技能 全部加在一起 那算是非常好用 因為你要看喔 每減少最大血量10% 提升7.5的護甲穿透率 就是說你血越少 你打敵人的裝甲 貫穿率的傷害會比較高一點 再來就是覺醒後的技能是 每減少10%的最大生命值 減少1%的正面傷害 也就是說 敵人如果說 你有裝這個技能 他打你的時候 你比較不會那麼痛 這就是現在的夜神準調整的部分 我覺得改的很好啦 至少不要再主動技能了 這個就被動技能就好了 就可以讓我們裝阿洛可 或是裝希羅或其他角色 就是主動技能可以來配這個 被動技能 好 然後大致上來講呢 這一次就是我們的全家族啊 三個人直接升起來 安德魯是我們最強老爸 是下一次的覺醒角色 覺醒後呢 樣子也長得蠻帥的啊 可以看到就是長這樣 而且還會拿出一個 機槍 火神機槍掃射 帥到一個爆炸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他的覺醒任務啊 覺醒任務的話呢 這邊寫說 安德魯曾經忘了 他曾經寫錯了 那個翻譯不太對 曾經忘了自己身為警察的意義 凱莉的失蹤喚醒了他身埋在心中的職責 這些痛苦也再阻止不了他 拼盡一切也要達成目標 好非常帥 然後他有個印記兌換 這個目前是看不到東西的 好我們就先這樣吧 反正到時候如果說有一個覺醒任務的話呢 拿鐵這邊會再跟大家即時分享說 怎麼去解 如果他體驗服之後更新 或者是台服更新 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好大致上來講呢 我覺得現在的新的角色 有些強化的真的還不錯啦 然後這邊有新角色 我之後再慢慢跟大家介紹 因為這個內容有點多啦 如果說我一次一集介紹 你們可能會看不太懂 所以我後面的影片的部分 大家記得追蹤啦 好之後我怕要再來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的新的寵物外星人這邊 這邊簡單帶一下就好 後面我再跟大家詳細分享 總之來講他就是一個 坐在飛碟上面的外星人 長得非常可愛 而且玩手機 然後俠風格 外觀這邊沒有開放 取得方式不確定 因為我這邊的話是商城直接買 然後用鑽石買就好了 技能的部分是 玩家處於禁止狀態的時候 會減少傷害減免 就是說人家偷行的時候打你比較不痛 就是在你不動的時候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這個意思 後面的話我再詳細為大家實測跟介紹 好再來大家有看到安德魯的照片 有兩張照片都是非常的帥氣 就是對應我們覺醒的安德魯的憤怒 女兒到底跑去哪裡了 他在尋找他的概念 然後後面的部分 一樣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新的改版跟體驗服的內容 也希望大家要持續追蹤拿鐵的頻道 這樣才不會錯過最新的一首消息 也歡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討論 你們覺得這次的改版角色內容 喜不喜歡 拼著覺醒角色安德魯的 這個技能你們覺得實不實用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討論 還有葉晨晨跟凱莉的部分的調整 也都可以在影片下方討論 那我們今天的遊戲就先介紹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哪天影片的話 可以幫他喜歡 持續訂閱我 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有位置接到FINFIRE攻略的情報 也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主頻道 副頻道 玩具頻道 哪一頻道 追蹤我的IG粉絲團 搜尋我不喝拿鐵就可以找我了 最近可能會在FB開直播 有可能會玩手遊 FINFIRE或者是其他遊戲 那大家也可以記得追蹤一下拿鐵的粉絲團 就是我不喝拿鐵 搜尋FB就會找到我了 那我們就下個遊戲見 掰掰 最加都一個遊戲 可以在那邊 選擇 在陰性的地方 是一個遊戲 我也想都會上去 控制蠻 一個遊戲 是一個遊戲 所以我請來